连日燃烧难以扑密的恶火 把整片草原燃成一片犹如末日 橘红警戒一般 相较于台湾近来连日湿冷 雨是一波又一波 地球另一端正值盛下的南半球 阿根廷东北部 却因为近两年来的高温 加上干旱问题 让这波草原大火一发不可收拾 重创农业重镇克林特斯省 出估近十分之一的土地成了焦土 农业损失恐超过2.3亿美元 因为果实快速蔓延 目前已知近80万公顷的土地 近30个台北市的面积遭受波及 甚至烧上境内最大的伊贝拉国家公园失地 严重威胁当地动物的栖息 农人们赶着疏散牛只马匹逃难 判减缓动物死伤 但仍有不少野生动物葬身火窟 因为当地干旱没下雨 已持续超过一年半 让灭火救援行动更显得困难 当地主要的农作物 包括黄豆 玉米及国民饮料 马带茶等也受创甚深 阿根林政府已积极加派救灾人力 判加速终结这场恐怖恶火 装饰综合报导